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這款我正在開箱的Pure Bass 500DX機殼 這是一款散熱不錯靜音能力也很好的機殼 而且這次也提供了一台500DX的黑色福利機給大家抽獎 詳細把影片看完就能在畫面中找到活動辦法 500DX是閉嘴家比較入門的機殼 從外觀來看,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機殼好像有點胖耶 沒錯,從箱子拿出500DX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機殼真的是蠻寬的 也因為較寬的機身 官方標示能夠給CPU散熱器的高度居然可以高達19公分 這非常大,一般機殼大概就只有16公分左右而已 所以像我之前用Dark Rock Port IV這樣頂級的風冷 16.3公分,有些機殼的安裝上就要小心機構的干涉 那500DX雖然它很寬,不過機殼整體拿起來並不會特別重 官方標示競送為7.83公斤 而且左右對稱的感受非常強烈 我的感受是,設計在整體上面非常優先考慮的使用性 那我們下面一點一點來說 正面是一整面的金屬網孔可以進封 中間還有兩條ARGB的燈條 在很多細節上都可以看到比快的用心 甚至是超越這個價位可以看到的規格 例如說,前面版的RGB燈光控制是以接觸點的方式跟機身連接的 這樣的設計在高階高價位的機殼是比較容易看見的 這兩三千塊錢的機殼我覺得比較少見 前面板在拆卸時就不需要插把線材 以後維護的時候就直接拆下來就清洗了 定期清潔也不用動到走線之類的事情會方便很多 那這邊有一片磁吸快拆的防塵網 防塵網下還有一顆14公分的Pure Wind 2風扇 而風扇也是500DX的一大特色 在靜音的情況下依舊能帶來不錯的風量 總共有三顆,前面、上面、後面各一顆 原廠預設前面是進風 後面跟上面的兩顆是排風 前置最長可以安裝到360,最寬可以到140 頂部散熱孔也有磁吸式的防塵網 上方最長可以安裝到240 後方則可以安裝一個140X140 除了前方、上方的防塵網 底部也有一個抽取式的一整片的防塵網 所以在傾斜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 下方的硬碟艙也是可以拆卸的 而且是有螺絲固定比較安全 硬碟艙可以安裝兩個3.5吋的硬碟 或是一個2.5吋加一個3.5吋 硬碟艙跟硬碟之間 或是硬碟艙跟機殼本體之間 都有軟電可以來做減震 這一點還算不錯 那如果前面板下方要安裝風扇或是水冷排 就需要把硬碟艙往後移 硬碟艙往後移一格就是跟電源供應器借一點空間 但我覺得對電源供應器來講的影響其實不會非常大 那CPU背後的空間也沒有浪費 這邊有一個可以拆卸的支架 這個金屬的Panel上面還可以安裝兩個2.5吋的硬碟 那這些都是有手轉螺絲可以直接操作的 那除了CPU背後可以安裝兩個2.5吋 在機殼內側也可以安裝兩個2.5吋 從側邊這塊金屬Panel拆下來就可以安裝了 而2.5吋的SATA還有電源線或是U.2 就可以通過這塊B-Quarton的名板下面收到這個背後 那這些線材就比較好看 那這塊名板也是可以拆裝的 所以離好線以後再蓋回去也是可以 機殼背面的離線空間還蠻大的 中間主要的幹道也預先有綁好4個魔鬼毯 那不過右側這邊CPU的電源線 這邊就只有綁線孔 綁線孔上是沒有魔鬼毯的 那自己再用束線袋綁一下就可以了啦 那回到內側 顯卡安裝長度就支援到369mm 就算是前面裝了水冷排 其實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來安裝頂級的顯示卡 再往下看到電源艙上方的金屬隔板 金屬隔板上面有三角形排列的幾何鏤空 因此電源風扇如果是朝上也是可以的 接著看到價格的部分 500DX黑色款的價格是2990 剛好在3000元以內 那白色款的多100塊 價格是3090 其中白色款的白色程度算是蠻高的 尤其如果你不喜歡暈黑玻璃的話 就非常適合買白色款 而像PCIe擋板 在很多白色機殼上面 可能都會跟黑色款共用黑色的 但是500DX它就是用白色擋板 因此從後方去看機殼的時候 哇 漂亮 讚 加上因為過信孔是沒有氣焦圈的 所以整個機殼的白色程度其實蠻高的 那不過白色款的前置IO 它的面板居然是黑色的 嘿 我以為這個地方它會是白色耶 當初下單的時候真的是沒有看清楚 前置IO最左邊是一個USB-C 標示的規格是USB-3.1 那對應到後面的線就是USB-Type-E 那在中間有一個USB-Type-A 標示USB-3.0 對應到的就是19pin的USB 右邊有一個麥克風 一個耳機孔都是獨立的 以及一個燈光效果的切換鈕 至終的電源鍵再次讓我覺得 這個機殼其實有非常強烈的左右對稱性 那我自己是不太玩燈的 不過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除了前面板的燈光 機殼內側也有預裝燈條 不管是官網可以下載到的電子說明書 還是預附在機殼裡面的紙本說明書 在撰寫還有圖示上都蠻清晰的 目標的零件也有彩色的圖案標示出來 對於親手來說安裝其實蠻友善 另外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閉嘴家的官網資訊都很詳細很完整 從高階機殼到低階的產品 格式也很統一清晰 這是很多規模更大的公司都做不好的 那對玩家來說我覺得這部分就非常方便 要查CPU的37高度顯卡長度 或是前置後置風扇要怎麼裝 都不見得要看開箱文 因為官網都非常齊全 而每種模式都寫得很詳細 對於新手來說 這樣的資訊量雖然比較大 但對於自己買的機殼 就可以更知道有更多的玩法 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看完了這麼多優點 我也和大家講講這個機殼 可能你會發現的兩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玻璃 那平心而論 這個玻璃的厚度算是蠻厚的 大約是3.9mm到4mm之間 這是蠻不錯的 但是它採用的是 四個角落挖孔的鎖螺絲方式 在拆窗上就會比較麻煩 每次都要轉四顆螺絲 螺絲拆下來又要小心不要不見 強化玻璃四周也沒有金屬零件的搭配 它就是很純粹的一片玻璃 不管是暫時拆出來放著或是拆窗過程 都要比較小心 破掉的話 那你的機殼大概就要裸奔了 那手指也很容易碰到機殼部分而留下指紋 那希望是可以改成像側板的這種設計 或是更好的其他方法 這樣的挖孔設計 現在的新機殼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我相信 如果500DX它出下一代的話 這部分應該也會被改善 那側板我覺得就還不錯 除了是後方的手轉螺絲的設計 滑動時的軌道設計還有間距也抓得不錯 滑起來就很順 裝上去也很容易 不會像有些舊的吸殼就KK的這樣 那內側也有一整塊的七音海綿 多少是可以吸收一點噪音的 第二個缺點我覺得就是塑膠件的質感比較落後 並不是說它整個機殼做工不好 只是特別在塑膠的部分比較不符合我的預期 不然500DX的金屬部分我覺得其實處理的是很好的 厚度也非常足夠 邊緣也不會掛手 表面處理也很好 但是就是塑膠的部分 這個部分表面處理的手感就比較粗糙 然後邊緣的磨線修飾的也不夠細 所以你很容易在一些零件上面看到 這個邊緣還是非常的明顯有著磨線在 所以在塑膠零件上的質感就比較扣分一點 但是在金屬的零件上還有整體的設計 還有貼心的程度上我覺得都是無用置疑 非常好的 在這個價位我覺得都是非常划算 而且在考慮到Be Quiet的售後服務 以及這個機殼預先就裝了三顆Pure Wind 2的風扇 這個靜音風扇一顆大概就要500塊了 這樣看起來三顆可能就1000、1500 售價3000元其實就相對是蠻划算的 非常適合三個族群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非常想要大量的 Be Quiet的風扇的使用者 第二個就是想要散熱夠好 但是又對靜音有一定要求的使用者 第三個就是如果你想要安裝大型的封門塔扇 需要比較寬的機身機殼 那這款500DX機殼你就可以優先列入考慮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喜歡500DX 這邊有個免費獲得機殼的機會 就是按照畫面的活動辦法完成以下步驟 就有機會抽中影片拍攝裡面的這一台 黑色款的500DX 那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如果你不想抽獎的話 也希望你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